花莲县苦茶油树栽种面积全国第一 上级农政单位也积极辅导协助农民提升产值 农粮署冬区分署在上午特别在瑞税香农会 举办苦茶油树栽种生产研习 不只花莲连邻近的台东农民都来参加学习 不论旧与新知 农民都希望可以再精进苦茶油树栽培管理技术 提升花莲苦茶油脂的产业品质水准 农粮署冬区分署邀请专业讲师 就苦茶油树生态习性 天间肥培在众物管理 以及安全用药等议题进行研习 信超过百位农民来参加现场众物虚习 不仅有室内静态的研习 也实际来到午贺台地的苦茶树园里参观 在地苦茶油树达人 业不深不长思 传授修剪枝等技巧 以及注意事项农民学习新知高昂 当然你要平常时候有些病之甘之 你要做一个观察 要打掉的 它干掉要减掉 花莲县苦茶树栽种面积为全国第一 产值水准也不在话下 农粮署东区分署这一场专业研习训练 不仅花莲 连邻近台东的农民或产销班员也都来参加 希望能再更精进生产栽培技术 提升苦茶油树产业精致价值 我是希望说这次上课能学到一些土壤的 肥料的还有嫁接的技术 要分期才能自大 我都吸收了 对自己将来的管理照顾应该希望能够更好 律师乡除了问丹佑 近几年来也有不少农民转做苦茶油树 农会为此也辅导成立苦茶油树产销班 这次配合农粮署提供研习场地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也期盼能提升农民苦茶产业产值技术 那油茶在市面上销售的这个状况 是供不应求的 那政府这边也鼓励大家 就是在槟榔肺源的部分 可以转做我们的油茶 那也有相对的一个补助金额 那我们欢迎大家加入我们油茶的这个产销的行列 近年来花莲苦茶油子产业蓬勃发展 不仅栽种面积全国第一 在县政府等各农政单位强力辅导下 多数农民也都朝有机栽培管理来生产 提供消费者安全用油 农粮署东区分署今天一整天的研习课程 花冬两地农民踊跃参加获益良多 满载而归 记得是玉兰瑞瑟采访报导